女排结束了瑞士赛的小组赛比赛,刘晓彤重回先发阵容,并没有帮助球队改变出局的命运。 在这次瑞士赛上,刘晓彤的状态依然低迷,这倒是女排一大隐忧,刘晓彤是女排一大铁人。 在这次参加瑞士赛的这只中国女排中,刘晓彤已经是年纪最大的一个了,而她从今夏回归女排之后,就不停参加比赛,只休息了世界女排联赛,一个分战赛的比赛。 这次瑞士赛,刘晓彤还是队长,因而即便再苦再累,她都要以身作则。 对于自己的连续征战,刘晓彤的一番话很感动人,可能是我太重要了,需要我压阵。 朗导说,被人需要是一种幸福,那我就跟着朗导这金句走。 不回头,确实,在刘晓彤这个年纪,女排有不少球员都已经退役了。 然而,已经28岁的刘晓彤还是选择了坚持,这相当难得。 然而,岁月不饶人,随着年龄的增长,刘晓彤竞技状态的下滑,还是相当明显。 在亚运会上,朱婷最好的对角是李盈莹。 亚运会期间,李盈莹总共得到了51分,扣球成功率51.51%,效率45.45%,刘晓彤总共得到33分。 扣球成功率为36.26%,效率只有28.57%,来到瑞士赛的舞台,刘晓彤进攻还是找不回昔日风采,首场跟瑞士女排对决。 他18扣8中,只得8分,跟意大利女排的对决。 刘晓彤选择了休战,跟普尔奇女排交手,刘晓彤重回先发阵容。 但是,30扣只有9中,发球一分为得。 虽然在女排的边攻手中刘晓彤是相对健康的,但是,能力的下滑,让她还是很难赢得外界的信任。 希望到了市井赛的比赛中,能看到李约周期超级辟捕的回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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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